如果自己的妹妹职业也是公口漫画家 这究竟会是怎样的体验呢 在2017年就有这么一部神奇动画 艾罗王老师 讲述了我的妹妹是大尺度公口漫画家的搞笑故事 而这个超嗨的妹妹竟跟男主正宗没有一点学员关系 是男主母亲去世后寂寞带来的孩子 在两人第一次相见的时候 正宗看到这个超哇塞的妹妹 内心只有这也太哇塞了吧 但糟糕的是 两人从这天起就再也没有见过对方 妹妹一直躲在房间里 不肯出来一朵就是一年 每次要吃饭都通过踩地板通知 然后正宗就把饭放到门口 正宗很渴望能跟妹妹再相见一次 最近她真的如愿呢 但方式却有些雷人 因为正宗的职业是清晓作家 他有一个一直合作的公口插画是艾罗王 正宗的作品能获 其实也有很大原因要感谢 这个素未磨面的艾罗王老师 最近艾罗王公开自己要直播的消息 这让正宗期待的要死 结果在直播画面看到了自己给妹妹做的饭菜 看着要了的姿势 这性感的身材 这真的是我妹妹 可随着艾罗王告知大家 又下播后 求忘记关摄像头 最要命的是 他还打算换衣服 这让正宗急得要死 迅速送到妹妹的房间 你快关掉直播了 幸好正宗即使赶来 才没有让妹妹便宜的那些老色批 但正宗更高兴的是 没想到妹妹竟然就是艾罗王老师 于是没有自告身份偷口而出 你的话真的很嗨耶 被人发现身份后的尴尬 也出现在了妹妹脸上 于是他更加不想见到这个变态哥哥 而妹妹会成为公口长话师 是他亲生母亲小的 亲妈被人称为初代艾罗盟老师 后面妹妹也知道了 程宗的身份 原来自己一直画的青小说角色 竟然是自己哥哥创作的 所以看看程度不减反增 一直于连说话的时候 都要带上扩音器 跟之前在直播的时候 完全就是两种人 那种豪泛外加超嗨的子弹 直接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连正宗只是靠近妹妹 都会被闪一个耳光 不过随着耳光打完 两人的关系倒又缓和了许多 结果正宗这个职人 今天给妹妹道歉 一直以来 能有话嗨的长话 太抱歉了 本来就已经很尴尬的妹妹 又被提起此事 但是真的很不得在意正宗 妹妹的理由是 她只是工作 但说出来呢 就不是工作了 而虽然是亲妈带着路 在她亲自尝试后 跟粉丝互动 这些都给了妹妹很大的鼓励 正宗也是因为粉丝的鼓励 而让她走上了作家之路 这么一想 救命两人倒也还挺有缘分 虽然正宗见到妹妹 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但有一件事 所以妹妹害羞地说 以后 以后自己的胖子 不要咕咕吸的 哎呀 这也太糟糕了 最后家里来了一个 不速之客小慧 她是妹妹的班长 是个人际关系超强的人 这次拜访的目的 就是想向家里 蹲的妹妹给带出房门 但是她的出现 却给正宗很大的冲击 因为看到了正宗 竟然没有对自己动心 于是便有理有趣地 认为正宗是不是废了 这些话的冲击 不亚于一个女孩脱光衣服 可自己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一样 而正宗也没想到 小慧的洞察能力很强 应也就拆穿了正宗 带着耳麦在跟自己交流 所以她抢了正宗的手机 然后挂掉了跟妹妹的电话 在这期间 她已经被吓了妹妹的电话 用自己手机拨打过去 然后再问正宗关于妹妹的事 那位没有妹妹监视了 哥哥将妹妹是公告茶话师的事 给说了出来 但最后却也说出了 她很珍惜这个妹妹之类话 一直以妹妹虽然很不爽 正宗说出了秘密 但心中却真的很暖 这件事也是最后 两轮关系突破的最大原因 而没想到关系才刚变得亲密 妹妹就直接扑在了正宗身上 这速度未免也太快了吧 可即使妹妹会这么做 还是因为隔壁的房子的原因 传闻那是一间鬼屋 本来住着一位很有名的作家 但最近却频繁出现钢琴声音 妹妹太害怕 所以才会哭到正宗身上 还请到正宗去那边调查一下情况 如果正宗不去 那可能她会害怕到 再也话不了 更够插话了 这句话一出 北京拒绝了正宗 瞬间 也无反顾地答应了妹妹 可是那她来到这间房间调查 这时和幽灵没有看到 倒是看到了一位全弱的女孩 而且正宗还认识她 因为她也是知名新小说家 名叫三天妖精 甚至前不久 还跟正宗吵得要找艾洛汪老师画插话 既然觉得没有闹鬼 所以正宗也赶忙回家 不要妖精却没有放过正宗的打算 毕竟看光的自己哪能这么算呢 谁叫正宗去拿出了震撼亲妈的逻辑 我看光明 那你也看光过吧 说完就脱掉裤衩子 高实在是高 但是为每个知道这些事后 眼神阴冷地将正宗揽出了房门 那我缓缓地说出了一句 平台 好不容易见利己的兄妹关系 就这样看似破碎了 不得听妖精又找到了正宗 因为她调查到了神秘的艾洛汪老师 就在这小区附近 并且也艾洛汪有一个哥哥 父母都不在的消息 也都查到了 正宗有消光了 但是作为妖精的粉丝 她也只能感谢能跟妖精相识 毕竟当初自己在最低迷的时候 就是妖精的作品 让她度过的 在牵着妖精的手 说出谢谢时 放心做模范就是你 没错了 正宗君 而因为这些时间都来找妖精 所以导致妹妹直接吃醋 她误为妖精是新的茶话师 所以她努力闭关修炼半个月 就是要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而殊不知 正宗自作为会一直往妖精那跑 还是因为她为了不让妖精 抢走艾洛汪老师 做茶话师 所以她跟妖精做了约定 情人写出让艾洛汪老师感兴趣的小说 就让她做谁的茶话师 正宗最后将所有原委都说了出来 因为那场阅定是正宗获胜 她的作品竟然是关于自己妹妹的情书 妖精也得知了妹妹竟然就是 艾洛汪老师 但是只让正宗还将这部作品 交给妹妹看后 却被妹妹告知 她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结果妹妹这含蓄委婉的话 竟然被正宗认为 妹妹真的有喜欢的人了 靠北哦 你一辈子单身吧 而正宗最近发现 妹妹画的女角色都是双A 询问后才知道 原来没看过的东西 妹妹不知道该怎么画 而关于妹妹的那本书 正宗竟然想要妹妹画出插画 这意思就是正宗想要妹妹画出超嗨的自己 太坏了 而即便这个请求有些无力 但是只要哥哥的请求 她还是没办法拒绝 而这后小灰 为了能跟妹妹做朋友 竟然也是无法拒绝妹妹的任何物理要求 先是蒙住眼睛 然后进行特写 原来妹妹才看到可爱的女孩 也会像男孩子一样控制不住自己 最后 小灰被妹妹求疼得面红而去 你好坏啊 最后小灰跟妹妹也成为了好朋友 感情正宫 又会招募后宫啊 很快 正宗的好运似乎到此为止 因为他的书面临着无法出版的命运 他虽然活起来了 但是却一直面临着被观众说是抄袭别人作品 因为这间的风格太像了 所以这次出版的名额 另外一些原因被那个别人给抢走了 而那个别人竟然还是一个大美人 名叫村正 但正宗还是获得了一次机会 只要能够在最近出版社展开的活动取得第一 比赛规则是写一部短篇情小说 然后观众投票最多的获胜 然后这种危急事件解决的方法自然是比赛获胜 但没想到获胜的原因竟然是因为这个村正是一个白给少女 而且是穿着水手服登场 哇 好可爱啊 他竟是正宗的铁粉 还说着要正宗以后只给他一个人写小说 因为之前妹妹写小说 跟英王的风格截然不同 村正会出现就是要让正宗回到以前的风格 结果妹妹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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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这组拉 以为村正是来抢哥哥的 但确实就是来抢哥哥的 因为村正很直接地跟正宗告白 还说自己的所有小说都是在表达对正宗的感情 可惜正宗剧绝了 因为家里还有那可爱的妹妹 但是村正毕竟是写战斗类型的小说 所以不放弃 也是她的性格 因为在庆祝正宗获得比赛第一的情宫宴上 她又一次主动出击 就连妖精也不敢失落地缠着正宗 浑浪忘记的妹妹在一旁敢怒不敢言 这让一旁的电灯泡失踪可尴尬的 她也是活动比赛的前三名 之后还跟正宗她妹一起来到妖精家的岛屿 于是泳装福利总算到来了 这可惜画面容易让人引发狭想 我只能卡毒蛇 二代几次旅行中 没想到妖精也带了正宗来 让她爸爸跟她妈妈告白的地方 跟正宗告白了 但是养人并没有取得实施性的进展 因为正宗的心里 还是永远只有那个可爱的小妹妹 和掉人长在很久以前酒精相识 是正宗的小说 让妹妹度过最低迷的时刻 也是妹妹主动跟正宗聊天 让她坚持写下去的动力 两年都预定好成为专业的插画师和小说家 而如今他们合作的妹妹小说成功发行 他们的梦想也达到了 过去到这里差不多也就结束了 但还是有一段小小的搞笑福利 那就是从正宗和妖精 被妹妹叫来家里 传有衣 让她画插画 最后面的室内区 没有看过的东西根本就画不出来 而妹妹没看过的东西就是 那个啥 秀秀人啊 讨厌 这是一部绝对的面孔福利 但幸好是一夫一母的设定 才让许多观众能更加接受 而最糟的是很多人觉得有些恶趣味 但却还是忍不住的 看到最后一集 就这一箱 最作为这部动画作品会如此 是欢迎 重点还是因为有多个某些角色造势 加上父母双王的设定 没有家庭冲突 其次福利方面也是刚刚的 最重要的是没有学生关系 编剧完全会放开手脚去发挥 编剧也真的是很懂观众 剧情什么都不重要 只要妹妹可爱就完事了 个人强烈推荐一定要去观看原片 还有很多很多日常剧情 我没有拿出来说 宝赞 我是超年 有明年又可爱的九星男孩 如果喜欢我解说 请点关注 能够到视频点赞 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很重要 拜托拜托